於是,就問了一個 舉重選手,可以舉起一個120公斤的東西 他只有90公斤重,坐在椅子上用力往上抬 抬起來嗎?抬不起來 為什麼?為什麼抬不起來? 為什麼抬不起來? 停車戰界問,為什麼抬不起來? 當然請你用科學方法解釋 十三號,十三 為什麼?請坐,因為在同一個問題上 自己抱自己,重力跟反重力都在自己身上 這叫做內力,內力會互相抵掉 所以就沒有效果,所以怎麼弄都把他抱不起來 自己跟自己抵就抵掉了,所以就抱不起來 所以,只要內力了解一下 這個想法跟觀念就可以了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最後,也是一樣,康瑄動畫回顧 也有一個是看過的東西 有問題 油分第三進入定律 作用力以反作用力定律 用時必須用手或腳脫水 手或腳對水濕力的同時 水給身體反作用力 使身體前進或後退 滑台時必須用腳脫水 將脫水濕冷的同時 水給腳反作用力 使身體前進或後退 火車及噴射器燃燒燃料 配置氣體 利用噴射氣體 所產生的反作用力 升空 每身體力 必產生一反作用力 使兩粒的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沿同一直線作用 且同時 接下來我們則要探索的是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其實鏡頭 將F鏡頭充滿器 探索步往前來 然後適合鏡頭 我們可以觀察到 使用力與反作用力 而使用力 而使用力 這就是講牛頓三 其中講到火箭那個事情 請你要特別注意 火箭的反作用是誰給的 它所噴出來的廢氣給的 OK 不是空氣給的 這我前面提過 要請你注意的 這就是 給你回顧牛栓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有作用力 就必有反作用力 兩個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同時存在 同時消失 可是它不會平衡 為什麼不會平衡 因為它作用在不同的 物體上面 OK 有問題嗎 沒有 請學科行練習 沒問題 確沒錯 平衡